在农村最不缺的就是草 费用的就是饱 不会用的就是杂草 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种含金量特别高的草 这种草呢往年每年都有人在集市上收购 今年不知道有没有 而且呢价格还不便宜 我们现在去找一下 今年天气比较反常 年前我们挖冬枕的时候呢 我还穿单衣短袖特别暖 今天呢特别冷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持续下衣 所以我穿的比较厚点 给大家看一个奇光 那山顶上呢白白的 刚才我出门之前还特意留意了一下温度 室内的温度呢现在是三度 这些山顶上的可不是雾啊白白的 那可是雪啊叫冰 冰扣在树上啊 非常壮观啊 是铁树开花了啊 都是白的 很冷啊 所以呢今天穿的特别多一点 春节前我们联系三四个月都是干旱 现在春节后呢联系下了将就二十天的雨吧 看这些小的水都已经长下来了 然后我们在小河边上呢就发现了这种草啊 进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它样子识别度很高 而且很优雅啊 所以呢也有人把它拿来做盆栽 这种草呢有点像竹子 但是呢不长叶子不开花不结果啊 是一节一节的 特别好看 我们现在拔可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因为它是一节一节的啊 所以呢我们本地把它叫做波接草 方言啊 它实际上它学名呢叫木贼 贼是什么贼 就是那个盗窃的那个贼 因为它有个功能 小时候啊很少那些工业用品的时候呢 那些我们做家计啊或者高等家计啊 都肯定要去找这种草 找这种草干嘛呢 就是晒干之后呢 去洗那个木剂啊 家具啊 做出来家具 洗过之后呢 很光亮的啊 所以呢 就像好像已经被那个贼 推得金刚金刚的意思啊 所以呢把它叫做木贼 因为它的表面摸上起手呢 有点像沙子的感觉啊 所以以前我妈还小的时候啊 每到逢年过节啊 要清洗家具的时候呢 都会去找到这种草 然后呢 清洗家具特别省力 很干净的啊 而且它药用价值也是很高的一种草 有的地方呢 还甚至会用这种草拿来做什么呢 拿来喂鸡喂鸭啊 也就是把它嫩的 然后切碎去喂鸡喂鸭 喂过之后呢 鸭子下的蛋啊 会蛋黄很大 而且蛋量也比较多 外壳也比较坚硬 很多养殖富士都会找这种草拿来去做饲料啊 它用处还是很多的 尤其是在农村哈 很多老人家也是把它摘下来 然后晒干备用 泡水啊 洗澡什么的 我们本地啊 广年的啊 每年都有人来收 价格呢 大概是在22到31元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找到来拿去卖哈 河边一长就是一大潮 非常多啊 这里都是 这里呢 找到两株比较粗壮一点的 这种长得不是特别高 一般呢 也就是一米多一点 比较高的了啊 它还有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功能 就是对土壤里面的含金比较高的东西啊 会有粘负作用 就好比磁铁 一上铁一样的 既说古代 也有人靠这种方法呢 去找到金子啊 由于天气比较冷哈 等下呢 我还需要多巴点肥气 我们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可能有的地方把它叫做西金草 我们本地呢 就把它叫做波街草啊 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 你们家乡有没有这种草 叫什么名称 有没有人在收购呢 欢迎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分享啊